大家好,我是疾病管制局局长郭旭松 从今天开始,我们每天利用这个时段 有一分钟的时间由专家向大家说明 H1N1新流感的最新发展 截至今天,全球疫情等级能维持在第五级 至于我国还没有出现任何的病例 是处于疫情最低的第一级 与日本、新加坡一样 墨西哥的疫情最严重 但是现在也渐渐趋缓了 我们知道现在有些民众买不到口罩 所以政府已经释出防疫库存的200万片 两天以后就可以在四大超商买到了 一包五片30元 请大家放心,不必抢购 最后再提醒一句 请洗手注意咳嗽礼节 谢谢,大家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